歡迎來到全台灣最夢幻的城市 台中高鐵特區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化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來到台中高鐵站前 前面那個是全台灣最夢幻的城市 夢幻城 八哥的案子 然後那邊有一個招牌 全台最大百貨購物商圈 最大百貨購物中心 即將在此開展展開 所以這邊未來會有全台灣最大的購物商圈 購物區 購物中心 小楊佳 我們現在這個是高鐵站 是台中烏日的高鐵站 那你看這個站的旁邊那裡 那裡就是捷運站 那邊那一邊是捷運站 捷運站的旁邊就是台鐵站 這邊是台鐵這邊捷運 然後這邊是高鐵 我們有三鐵共構 台北也有一個三鐵共構的地方 就是南港還有板橋 都是非常貴的地方 沒錯 然後現在烏日也算是我們 台中這邊中部的交通會集地 沒錯 國道也有 國道一號 國道三號 74號跟省道一號都在這裡 省道一號也在這裡 然後三鐵 鐵道也有 高鐵 台鐵還有捷運 三鐵共構 而且這裡是目前可能那種 比較市中心的高鐵站 價格還算是比較優惠 比較優惠 你像青浦有的就是到60萬元 那台北就更不用說 新北也更不用說 這裡大概40幾 40幾 但是高鐵特區裡面還有30幾 特區裡面有30幾 住宅區啦 這是搖滾區 這邊是搖滾區 這邊人是站前特區 因為現在全台灣的站前 包含嘉義 據說也40幾 嘉義 我們台中 怎麼可以輸人的是不是 謝謝 我想請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人怎麼那麼多啊 高鐵站的那個捷運站 烏日的捷運站 這邊這個就捷運的 他台中捷運的LOGO 一個鐘啦 藍綠整合耶 希望是這樣 然後這邊進去的捷運站 對 捷運高鐵台中站 然後裡面是這個樣子 其實跟台北的捷運是一模一樣 都大同小異 因為都同一個系統去做的 這個是可以做到什麼地方 這個可以直接做到那個 北屯 北屯的那個總站 總站 途中會經過那個 南區的中山醫學大選那裡 再來就是文新路 整條路一直貫穿的 所以有到七期市政府站 有有有有市政府站 市府站 或者是說 文新森林公園站 其實全部都有 那閘門在這裡 欸 翔翔 嗨 這裡是台鐵站嗎 是 台鐵站啊 怎麼看起來不像台鐵 這裡像百貨公司耶 因為這個地方很寬啊 我記得像我平常如果在 因為我住高鐵特區嘛 平常如果沒 你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我就直接來高鐵站這邊 這邊其實有很多店 你看到周式蝦捲啊 就是台南的高鐵 台南的周式蝦捲 對 其實這裡很多的店面都有 或者小吃 台中的小吃啊 或者是 伙伴啊 手信 這些全部都有 哦 欸 熟悉的味道 還有熟悉的看板 這個就是台鐵的看板 這邊是台鐵就對了 沒錯 所以這邊過去就可以跟台鐵 連接就是原本台鐵那些地方 你可以在這邊 新烏日站 可以去台北 也可以去高雄 或者是嘉義 全部都有 就是從這邊就連接 台鐵的路網了 對 如果不坐捷運的話 你也可以坐台鐵 可以直接坐到台中站 哦 這可以到台中站 也可以到楓原啊 沒錯 三線 海線 都有 這樣是什麼 人實在太多了 我還以為我來到機場 其實每天高鐵台中站都這樣子 那這個高鐵台中站是目前台灣 高鐵站人流量最多的 好 第二大 第二大 第一大是台北的高鐵站 因為大家都拿行李箱 感覺好像要出國的感覺 很像在機場 你要去南部玩也方便 因為台北要出口出口 進來到機場不到一個小時 到那個桃園站不到一個小時 可能40分鐘左右 好 然後再坐到機場的話 到一個小時 所以南來北往 非常方便 沒錯 台中高鐵真的非常熱鬧 你看這個樣子 超多人耶 有人跟我說這邊鳥不生蛋 但是這裡 就是因為還沒完整的建設 所以價格還是 還有空間 等到完全都好的時候 那可憐 所以我們今天是只能來看 高鐵站捷運站 當然沒有 我們今天肯定是有一個 非常優質的建案要跟大家分享 非常優質的建案 沒錯 在高鐵特區嗎 還是高鐵站前 搖滾區 搖滾區喔 沒錯 價格也非常搖滾的意思 稍微比特區高一些些 比特區高一些些 對 是多大些 大概多個幾萬塊 多個幾萬塊 但是如果你看了它的條件之後 你就會覺得值得 想像現在帶了這麼多社區 只要是比較建材 品牌比較好的社區 它未來在出售的時候 第一 好得快 第二 價格也漂亮 價格也漂亮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這一個是台中的高鐵 下課的地方 就是下車的地方就在這裡 然後現在很多人要上下車 這是它的入口 一個入口 這邊去我們要看的房子 到底有多遠 就在那裡 蛤 在那邊停車場嗎 這一棟就是 後面這一棟 這邊有三、四棟 對 然後現在有兩棟正在蓋 預售正在蓋 是 然後這一棟是什麼 燈牙未來 燈牙之役 之役 對 那一棟好像我們有去看過 這是高鐵之星 高鐵之星 這個是未來之兄 未來之兄 那個咧 那個就是大華縱橫 大華縱橫 最遠的那一棟是大華縱橫 還有一個更遠一點 在它旁邊那個叫 也是新的案子叫 白天鵝 白天鵝 那有黑天鵝嗎 有黑天鵝可能 這裡長起來就叫黑天鵝 所以大華縱橫是最遠的 跟什麼白天鵝 那邊大概要多少錢 那邊目前就成交五十萬以上 那邊就五十萬喔 高樓層 那你今天要介紹的是那個嗎 不是 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第一是燈陽的一棟 就是這個 它主要是 跟這裡比起來的密度比較低一點 因為這裡像那個大華 等一下等一下 燈陽有兩個嗎 是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這個 燈陽未來之兄 這是未來之翹 這是未來之丘 不是 這是高鐵 燈陽之翹 燈陽之翹 叫未來之丘 未來之丘 沒錯 因為這個大概總戶數是四百多戶 四百多戶 大華縱橫是一千六百戶 差那麼多喔 白天鵝也是一千六百戶 因為這個地方未來就是商業區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個高鐵娛樂城 所以這裡的人 到時候一定是生活機能非常好 因為我有那個 買方其實之前就跟我指定 他要有走路到高鐵站 走路到高鐵站 問他為什麼 這裡好像交通上面是非常熱鬧 他就是說他一個人沒事 就走路來高鐵站這邊 那他就會覺得 人來人熱鬧 感覺不錯 那他要去北部 要去南部 都很方便 非常方便 再來吃吃喝喝 這裡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社區的 這個前面 這個白色的圍籬裡面 就是這個社區 總共有兩棟 這個社區太屌了 泥高鐵站居然才 一百多公尺 一百公尺而已 走路下來一分鐘不到就到了 太爽了 這個社區 所以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這個有時候你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就是這樣 他演得太好了 那未來這邊是一個 這邊的停車站 未來也有可能會改新的 社區新的大樓 對 所以他有些人會擔心說 高鐵的軌道在那邊會不會吵 有兩個點 第一個他已經近站了 近站其實他速度很慢 也聽不太到聲音 然後再來就是 假設說他不是第一排 你也比較不會有那種 有那種軌道的聲音 那就看你自己個考量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理位置太屌了 才一百公尺就到 現在有人要賣是不是 可是還沒賣好 所以要轉約 這是轉約的 沒錯 那現在他的房型是什麼樣子 他是兩房一位 兩房兩丁一位 那面哪邊 他是面高鐵站這邊 面高鐵站這邊 對沒錯 那他的這個樓高是多少 20樓 20樓 他總樓層才24樓 20樓 高樓層就對了 這個樓層是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地下室是 B2的平面車位 B2 他不是近線車位 而是B2而已 B2 這間其實是 各方條件都非常好 所以剛剛條件很好的一個部分 那他的平數是幾點 目前他含車位的平數是33.82平 33.82平 對 如果不含那個 不含那個車位的話 是大概26坪 26坪兩房 再加一個車位就對了 沒錯 26坪兩房 再加一個車位 在我們高鐵站 100公尺的燈陽未來之球 目前屋主開價多少錢 本來屋主跟我講說 要開15多 那現在因為小浪家 特別 因為要拍攝這塊的話 我特別跟屋主談 我們去拿到一個優惠 叫做1498萬的開價 1498萬 沒錯 1400多萬 如果這樣換算下來 一瓶大概多少錢 大概會在49萬50萬左右 這邊有成交到那個價格嗎 剛剛你說那個大華 半滑就有到50 這個肯定也有 更遠 然後又是比較平價 又是保家的 燈陽是不是比較 會比較高一些 燈陽算是跟 他算是第二第三階 左右的一個見賬 應該是說跟那個什麼 惠宇 還有那個金瑞是同等級 跟金瑞同等級喔 沒錯 在我心中啦 結果他還比大華開價還便宜 因為他比較倒開賣 他比較倒開賣 OK 好喔 那如果說對這一個叫做 燈陽未來之秋有興趣 這個物件 然後又是高樓層 地下室又到B2的這個物件 有興趣的 歡迎跟小當家聯絡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來分享 買房新的或者是裝潢新的 尤其是屋律高鐵特區這邊 歡迎跟我聯絡 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播送的 也歡迎小當家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一集 兩集 我們 不會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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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